印度尼沙,印度尼沙 今天早晨是6点到7点25 一个半小时不到一点 在游泳池遇见了,以前就认识这个 印度尼沙,印度尼沙 今天聊的比较多呢,他就告诉我 他59岁,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看上他真的就是像40岁的样 他说他60岁了 今天他太太也来了,但是他太太 都是白头发,我看他 太太和他好像是 不一个辈儿似的,他太太很老 很老的样 都白头发了 但是这个印度尼沙呢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这都是临近的亚洲国家 正好啊 这个 这位59岁的这位先生 他就退休了已经 他退休 他还做 以前很早啊 他还去过北京 出差关于电话的事 就是 他呢 这不是游戎吗 然后他游得不错 skate 他还滑冰 他今天告完 我这没听出来 因为我说话有口音 他说话呢 好像也有点口音 我没听出来这个 但是比划呢和这个都能听出来是他是滑冰 每礼拜好像是有一次滑冰 还有几次游戎的意思 他已经退休了 这真是比较 比较想得开啊 但是今天还看见这样一个小伙子 这个国家呢 这个国家呢 他是挨着 他是 东欧 他挨着乌克兰和罗马尼亚 那小伙子游得也不错 他还告诉他会说那个俄国话嘛 那他挨着那个乌克兰啊 他们国家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到这来九年了 他游得不错 摩尔多瓦 但是今天哈 在游泳池哈 就是 特别高兴什么啊 我是六点 到七点二十五 我是不到六点就到了 然后 大概过五分钟吧 进到池子里的 然后呢 我又提前五分钟 七点二十我就出来了 就给人家别那个 让人家救生员特别紧张那种 提前出来五分钟十分钟 对人家也是一个 他坐上来 但是他每次坐那 坐那一次是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一换 就转着圈换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装配线似的 就是 就是转着圈换 你在这个岗位干完了 你再往左 你挪挪 那个岗位 然后再 过多长时间 我们那好像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要是生产线上 他这是十五分钟 就从另外一个座那 挪到这个座 通常是俩人这个 这五十米的池子 但是 今天特别高兴的是 嘛呢 这个 教练哈 一共有八条绒道嘛 有四条绒道是百姓买票进来的 有四条绒道呢 就疯了 就不让用了 就就那个 那那写着 close close就是运动员来游绒 这运动员啊 帽子是一样的 书包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一看啊 都是年轻的 十四五岁 十五六岁最多 都这样人 但是很有意思是嘛呢 就是 跟他们说话啊 因为跟那个 碰见了 就跟他们说几句话嘛 他们脸哈 都是那种 这个 稚嫩啊 就是因为他才十几岁嘛 但是充满了自信 这个充满了快乐那种 那个 因为他也年轻嘛 但是游绒有骂特点呢 整个这个游绒馆哈 都是他们 就是打水声音 哎呀 那个那个充满了这个他们的打水声音 他们游得特别快 而且他们变换的姿势呢 也不同 游的是那个两腿并上 手不动 然后在那像鱼似的就这么顾求着在水下还是还是侧着身子 就是 而且呢 而且呢 在水面游的时候像那自由绒什么的哈 因为他们人多嘛 他们就那教练让往一个方向游 就他们连着隔不远一个 然后呢 就你可以看见这个水花哈 打得特别特别响 而且那个动作也特别特别快 激动人心 哎 呃 感觉呢 很受鼓舞啊 这年轻人啊 但是我现在呢 就是通过游绒哈 我力量也长了一点 就是打水呀 比较有劲一点了 游的呢 速度呢 就是 我因为以前都是半个小时 还没到半个小时 我就恨得出来了 我想游会就完了呗 现在不是 现在也有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少 但是通常呢 我都游 有游快的时候 慢的时候 有羊绒 蛙绒 自由绒 甚至呢 蝶绒呢 我也来两下 但是我姿势肯定不对 但是我脑袋可以出来呢 是我往下压水的时候 我使劲特别大 就存着那点劲 就是在那压水 但是我的这个 这个动作哈 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 蝶绒 他好像是要求那个腿呀 在那打两下 然后胳膊呢 那个手呢 往下压水 压一下 我这做不到 但是呢 就是玩呗 但是总而言之啊 长点力气 八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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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是说这个 我看 有一个视频上 是川普啊 跟那各国领导人握手啊 跟普京啊 还有那个印度总理 妈的 然后我看 有人留言 是这样说的 When the world was in peace 就是那会儿呢 世界呢 就是和平的时候 当世界和平的时候 他是这样翻译 但是我想啊 我要给他翻译哈 就是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边 When the world was in peace was是过去时 就那会儿 世界 是和平的 也确实是这样 他那个 川普任职期间 没有那个 就是 战争啊 我记得啊 我应该没记错 哎 这个 这是这样的 然后是 然后这个呢 是看见一个通知 就是说 Pay fast with out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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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fuel是慢的 是自动填空 填充功能 比如说那个 我准备派多钱 我趴一点 他说一百 二百 三百 一千 两千 三千 或者说二十 五十 八十 一百 就你这点数 你不用自己敲数字了 比方说你是那个 哪个省呢 是安省的 还是魁北克省的 他你那一点呢 他把那个 所有省都出来 你就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叫 自动填空系统 它是建议骂的 建议使用自动填充功能更快付款 是说这件事 今天游荣特别高兴 但是我现在啊 基本上尽量定早上起来的 然后呢 按他的时间 一般一个半小时啊 一个小时 通常现在一个小时都收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就更 因为年龄大了嘛 收的少点 另外也有月票嘛 不是那一次一买票那种 这挺好的